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片土地上 起码走来三个人 最左背的便是石田三成 他是此次战争的发起者 中间是岛索晋的儿子岛秦胜 岛索晋是石田三成的军师 石田三成将地藏挖出来 地藏经历岁月的洗礼 愣角已经很光滑了 并将地藏放入了神龛 这几个是从岛晋的领地 萨摩前来的西军援军 石田三成率领的西军 在明日便和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 展开决战 两军队里的兵力 东军十万 西军八万 但西军的人会有一半都作弊上官 不参战 为什么呢 在后面的剧情会解释到 在日本的战国时代 1572年 当时的丰臣秀吉 侍奉于西田信长 因军功受奉于金江国 经槟城城主 年缝二十多万战 这天他因口渴来到一座寺庙 一个少年 断了一碗七八分满的温茶 丰臣秀吉一饮而尽 他又让少年断了一碗茶 这半碗茶交日 秀吉也是一饮而尽 又要了一碗 第三碗是滚烫的茶汤 只到了一点 丰臣秀吉认为少年是个人才 日后地乘大气 便把他收入账下 这个故事就是非常出名的三线茶 这个少年就是后来丰臣秀吉 最高权力机构 无奉行之一的元老 16年后 1588年 这时的三成已经长大了 他跟着秀吉 为秀吉做事 现在已经从智部少府 升迁到无奉行之一 此时的丰臣秀吉 早已取代死去的志田信长 成为日本最有权力的人物 并自称赛客 丰臣秀吉 看着百姓建造自己的大阪城 还计划着要进攻明朝 在此期间 丰臣秀吉率领20万大军 进攻后北条市 之后将冠败之位 让给自己的外省丰臣秀次 时间来到了七年后的1595年 福建城内 丰臣秀吉召开朝会 向各大名公布自己的外省 奉臣秀赐 因谋反自杀的事情 并提出要把秀赐的家人全部连坐 会议中 吴大佬是奉臣政权末期制定的职务 就任者是奉臣政权下 五个最有实力的大名 他们是 德川家康 前天立家 于席多秀家 毛利会员 上山景盛 六封行 是负责政权运作的工作人员 成员为十天三成 大谷积极 前夜长正 前天悬一 长宿政家和增添长盛 关于秀赐自杀这一事件 秀吉的儿子三岁早要 之后一至五子次 年事已高 开始担心起继承人的问题 于是收养了秀赐 并将官白之职让给秀赐 秀赐就成为了秀吉的继承人 可是后来秀吉的侧氏电军 为秀吉生下了封臣秀赖 这对秀吉是件好事 但是秀赐就惨了 秀赐从继承人变成了障碍 为了让秀赖继承大业 秀吉准备动手 因为奉传着杀身关白的恶行 以及秀赐有模范的嫌疑 秀吉开始定秀赐的罪 虽然秀赐辞去了关白之职 但是秀赐必须死 为了保证秀赖的位置 秀吉派辅导政责 向秀赐攻杀 德川家康最后也赞同了秀吉的做法 把秀赐的家人全部斩首 这天十天来到秀吉行工 恳求赦免秀赐的侧视狙击 因为他还没有过门 秀赐就自杀了 那么就不算家属 就可以免遭连坐 最终还是被风尘秀吉拒绝了 狙击被斩首已成定局 一日 秀赐的家眷被押望位于三条合园的刑场 在刑场上 大鼓刑部谈到自己的病 因为病引发的并发症 据介绍 刚开始时候 大鼓刑部的脸颊便向力凹陷 使得嘴巴变成了渐渐的样子 向外突出 然后脸的表皮开始腐蚀 四肢也开始萎缩 渐渐的双目都开始有些失明了 大鼓辞队奉行至职 也和三成是好朋友 三成和大鼓看着刑场的女人 都于心不忍 可是没有办法 负责压缩的就是小早上绣秋 就在这时候 师女们也不敢引颈就路 拔下法杂 红死了一个刽子手 非常勇猛 三成看见了神秘人 那个人就是人称傲视才子的导左近 他让大鼓料理剩下的吃 并治了他们 自己一人去治感那个神秘人 并走到了导左近家里 左近家外 风吹着树里 时间同树林遗体在摇曳 陷入了回忆 北政所和秀吉还是老样子 都是乡下人出身 因为如此 北政所及秀吉的亲戚 就是最大的政治势力 三成和大鼓 同风尘秀吉的测试 殿军一样 都是晋将人 两人谈到 如果太阁死了 天下避讳大乱 就会以战争决定 继位人选 最终三成说服了导左近 成为自己的家臣 并将自己的一半封路给他 回到福建城的十天三成 忽然遭到被救的侍女的攻击 但最终在十天的说服下 他决定改换门庭 于是侍女出雅 就成为了十天的忍者 这也引开了第二条剧情线 十天的爱 柳生派掌门 在得知导左近父子 辅佐了十天 他也派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去辅佐德川 时间来到了三年后的1598年 导左近就德川为十天 捡主张的事 劝说他要学会伪装 尤其在德川面前 表现友善 但十天不喜欢这种伪装的样子 这天夜里德川的家臣 商量怎样在封城秀吉死后 将十天杀死 以污蔑 他是起兵造反 致命再杀 第二天 小早城秀秋 不安的坐着 等候裁决 为何要对其进行裁决呢 因为在庆祥之役中 明镜包围玉山城 秀秋与小夕刑长 担任志愿行动 因把女人小孩 也当成敌人屠杀 所以要受到裁决 此时的封城秀吉 已经快要不行了 连说话也说不流畅 秀吉开始削减小早川的俸禄 直接将他打入谷底 等大家走后 德川对小早川说 这一切都是十天提前 向奉承秀吉进的茶言 年轻无耳的小早川 怎能是德川的对手 于是听信了他说的话 对十天恨之入骨 之后德川 还把自己门下的一名剑客 送给了小早川 这天 在前天立假的官邸 奉承秀吉的家臣 纷纷签署事业书 表示永远 孝中即将继位的幼主 奉承秀赖 德川的事业书 十天并没有看到 并质问他 德川说 自己会把事业书 一同和前天立假的事业书 一起放到奉承秀吉的棺材里 这让十天毫无办法 此时的出衙 已是忍者中厉害的角色 他们来到忍者的集合地 互相交换情报 德川对于忍者的去处 非常在意 舍白是德川家康手下的忍者 他让众人以后不要再聚了 此时的十天参成 正在做战前准备 把依托的镜 绑在绳子上进行加工 作为士兵的军领 回来的出衙 想左进汇报 去德川家的人有50多 还有名单 表示情况很不乐观 此时凤尘秀吉宫殿里 正在设宴 他的家臣们正接受款待 场面荒淫不堪 出衙和左进赶到宫殿 场面果然让人不忍指示 德川也来到这里 大明们都安静下来 德川装模作样地 训斥完大家 又拔出刀来 要杀人 他们纷纷求饶 德川便顺驳下旅 饶了大家 收买了一波人心 1598年8月18日 凤尘秀吉死在了冰塌上 凤尘秀吉的死讯 石田没有让外传 是为了不让在朝鲜作战的 加藤金正 与小夕刑长献与不利 凤尘秀吉的葬礼 却在黑夜里秘密进行 石田知道 如果此时德川 知道泰克已死必定大乱 这年年底 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加藤金正 去往阿弥陀峰上 寄次秀吉的庙宇 并见到了北征所和德川 德川还怂恿加藤金正 状告石田的亲信小夕刑长 转而打击石田 凤尘秀吉的正式北征所 还告诉一子加藤金正 以后要听从德川的一切安排 就这样 石田和德川开始了博弈 无奉行之一的石田三成 开始与德川家康正式对立 互相笼络实力 石田让初衙 前往月前见大骨刑部 要他做好战前准备 此时石田 也对初衙表明了爱慕之情 让他尽早回来 当初衙见到大骨刑部的时候 他的身体大不如从前 眼睛看不见 腿也残废了 初衙在回去的路上 遇到了其他人类的袭击 落入山下 1599年3月3日 前天立家去世 加藤金正起兵开始攻打石田 因寡不敌众 左近奉劝石田放弃大阪城 退守左河山 避免与加藤的冲突 石田决定去见一下德川 而德川的加藤们 建议杀了石田 但德川为了使大名们信服 决定放弹一马 赶到的加藤等人 却要跟他要人 他用虚假的情谊 还将九州策缝给加藤 劝退了等人 1600年春天 初衙已经被卖到了 琵琶湖北岸 一个渔民奴隶住那里 每天过着非人的生活 而日思夜想的石田 就在琵琶湖南岸的左河山上 带领家臣苦练武艺 为战争做准备 7月12日 大顾刑部和毛利家左臣 惠雄和尚 来见石田商讨大计 惠雄和尚 提出若让毛利家出兵 须承诺武大佬制守的职位 石田对于这种要求非常愤怒 但在大户刑部的劝说下 勉强同意了 之后 石田给到场的驻大明 分派了任务 并给德川下了战术 这年的7月16日 石田的军队 濒临大半城下 很多大明的欺小 都在这里做人质 但投靠德川的大明 不少人趁乱逃走了 有些人选择了自杀 石田知道此事 已经不能再发生 便下令解除了封禁 这样人质 就可以自由选择离开 在京都奉尘休息的祠堂前 小岛川非常懊恼的向北政所 诉说自己和石田攻陷福建城的事情 9月7日 西军并没有按照当初的会议 固执军队 西军统帅毛利会员 还待在后方的大阪城 没有出发 石田顿时大发力停 此时两军队里 硝烟未起 东京是在等待德川的到来 而西军统帅毛利会员 会以封城休赖圣母的压力 迟迟不敢动神 封城休赖的圣母 也是被德川蒙蔽 石田还在写信 催促毛利会员 但始终没奏效 大谷刑部认为德川不会进攻大阪城 石田觉得德川不会轻易离开江湖 但大谷刑部觉得德川已经上路了 摇摆不定的小草川 在宋伟山不振 就在这时德川来到镇前 西军顿时惊慌 随派500名士兵试探性进攻 结果全军覆没 大谷刑部提醒了石田 小草川有可能会叛变 要做好准备 忍者给德川带来了消息 石田军已经离开大阪城 德川命令全军前进 把直属的三万部队 配置在陶北山 决战的舞台就在关远 石田终究不放心 他找到小草川 并许诺让他担任官拜一职 从而辅佐 封臣修赖 并用孟子的仁义 说服了小草川 而夹在东西两军的初衙 杀死了奴隶主逃走了 早上七点 大战开始 西军左近和蒲生部 率先攻入东军黑田阵地 而行动不变 眼睛又看不见的大谷刑部 让士兵抬着他深入战中进行战斗 此时的战况对东军不利 石田清算军队加入战斗 左近大人也在此战中 被东军的火枪击中受了重伤 德川派出使者 让宋伟山的小草川 进攻石田的军队 但他还是摇摆不定 西军的岛军 一直没有出动兵力 因在之前和石田 接了不少的梁子 他最终拒绝出兵 忍着扯尔 绕到德川的指挥所 想要安杀他 但最终被德川杀了 石田派出使者 催促小草川出兵 本来他决定帮助石田 不料使者被他的家臣杀了 小草川不得已出兵 击溃了大谷刑部的军队 得着消息的石田 杨田长孝 极度悲愤 他知道败剧已定 而大谷刑部 为了不让敌军 砍去手机 自杀了 石田独自在大营中坚守 左近劝说石田 化妆中农夫逃了一战场 东军此刻已经攻进大营 团团包围了石田的残军 他们点燃火药 和洞军同归一地 下午三点 官员之战基本结束 三天后 石田的伤势基本恢复 他躲在一个农夫家 追兵前来时 他为了不连累农夫 选择了被捕 石田被德川 拴在了门口 遭受昔日同僚的羞辱 他不自杀的原因 就是想看看自己 在乎的人 还有谁活着 小草川也向他忏悔 他就是其中之一 半个月后 德川下令将石田 和战败的部分大名 公开处决 至此 1600年的11月6日 石田被斩予 京都的六条河园 十年四十岁 石田三成死后不久 风尘家族玄机垮台 天下被德川氏 取而代之 1603年 授封以正义大将军 在江户开创幕府 光源之战 是由导演 袁天真人 执导的日本古装战争电影 由杠田准一主演 该片于2017年8月26日 在日本上映 这部电影 改变在历史小说家 司马辽太朗的同命小说 本片最大争议的角色 小草川秀秋 莫名的立场飘忽 会让观众感到迷惘 先说秀秋身世 其实他是奉尘秀吉的养子 奉尘家对他有感恩 按立场来说 不应倒戈背叛 起因援于对朝战争中 秀秋对石田三成的弹劾 行径深恨 其次 德川借风拉近和他的关系 甚至为小草川求情 使他免受领地削剑之城 因此小草川 早已埋下动摇根源 官员之战 几乎是每个人 都知道的一个战役 这场发生于1600年 日本战国时代末期 以德川家康 和石田三成为首的 日本东西方诸侯 势力间的决战 一举消灭了反对德川的最大势力 被公认为 是日后影响和统治日本 长达265年的 江湖幕府城里的奠基性事件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